大千世界无奇不遥,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大胆的想法成为了可能。 以下的几项黑科技,你看了,绝对会让你惊讶不已。 停车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私家车也是越来越多。 出门在外,想要停个车难度可真不小。 更令人头疼的是,在一些大型停车场, 连自己的爱车停哪了,估计都忘了。 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中国推出了智能泊车机器人系统, 大幅提高停车数量,提升停车效率。 当你驶入停车场的车库、交互区、光山等感应器, 辅助车主将车准确地停放在车架上。 旁边的显示器实时显示停车信息。 辅助车主确保车子已经停好,确认之后生成取车码。 然后你就不用管了。 此时的泊车机器人开始出动,将车子停放在最佳位置, 整个过程仅需两分钟。 当你回来取车时,只需输入取车码并支付相关费用。 系统将迅速派遣机器人,将车辆运送到取车位置。 这样你就能将爱车直接开走,离开停车场。 智能泊车机器人采用视觉、惯性双导航技术实现自主定位。 定位精度误差小于5毫米,可完成2000公斤汽车的升举,搬运、旋转、下放。 两分钟帮你稳稳地停好车。 此外,这种新型停车系统能同时调度500辆汽车,大大提升停车效率。 相比于传统停车场,它的停车数量也增加了40%。 现在这项高科技已经开始投入使用,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啊。 打针 说起打针,大家有没有想起小时候被打针护士支配的恐惧? 一针没扎对血管,再扎一针。 又不对,再扎一针。 打针对于皮操肉后,血管系。 还不巧碰上个找不准血管的护士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而且,如果在皮肤纹上纹身,那么会大大增加扎针的难度。 但现在你可以不用顾虑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款黑科技能帮你一针见血,再也不会被打到手中。 这个黑科技名叫Wing Buerflex,是由美国医疗公司研发的一款血管成像衣。 而它能让血管显露的原因,是通过仪器发射的近红外光来找到皮肤下的血管。 而血管又吸收不了射出的光,于是当光照射在皮肤上时,经过光电转换和图像处理,将血管的位置显现在皮肤上。 这样轻轻一扫,就能看清血管。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透过血管,看到伙伴和血液的流动情况。 当换个位置照射,也能出现相同的效果。 再加上,照射的红外光没有热量。 全身上下,甚至是眼睛也都可以。 因此,即便扎针的是实习护士,在仪器的辅助下,就算是脸上的血管也能精准找到。 是不是很厉害呢? 然而,如此高科技的产物由于成本问题,所以还没有得到普及。 你肯定从没想过,自己能走得比现在更快,而且无需花费任何额外的力气。 如果我有这双鞋子,我想我再也不会迟到了。 这鞋子是弗雷德里克华为经发明的。 这鞋子可以说是全新一代的鞋类,给佩戴着更方便的移动性和更快的速度。 这双鞋子能让你走路速度提高10%,它通过使用嵌入鞋底的气动系统来实现这一点。 这个气动系统在每一步中推动佩戴者前进,让你用走路的力气享受跑步的速度。 当你抵达目的地时,你不会满身汗水,气喘吁吁。 这双鞋子真正做到了让移动变得轻松愉快。 城市滑翔鞋不仅仅是一双鞋子,更是科技和设计的完美结合。 它的气动系统由高强度、轻量化材料制成,确保了鞋子的耐用性和舒适性。 此外,鞋底设计符合人体工学,提供良好的支撑和缓震效果,无论你走多远都能保持舒适。 除了提高速度,城市滑翔鞋还具备许多其他优势。 例如,它能够减轻膝盖和脚踝的压力,减少长期行走对关节的损伤。 这对于需要长时间行走或站立的人群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膝盖装置 如果你跟我一样年纪大,那你就知道跪着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几年前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现在跪着根本就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当你需要跪着几个小时完成某些工作时。 这种情况可能会让你的膝盖和背部感到极度不适。 然而,幸运的是,有一家公司PigTech发明了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膝盖座椅。 而且,这个创新的工具价格非常实惠,只需50美元左右,约新台币2000元。 膝盖座椅的设计非常巧妙,它像一个支架一样绑在你的腿上。 当你弯曲膝盖时,它会变成一个自我支撑的座位,从而保护你的膝盖和脚踝。 无论你跪着的表面多么坚硬或粗糙,膝盖座椅都能让你舒适地靠在地上,不会伤到你的背部。 这对于需要长时间跪着工作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这个工具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便携性。 当你不需要使用时,可以将膝盖座椅收起来,变成一个小巧的座椅,方便你携带和存放。 这意味着你不再需要拖着凳子或椅子到处走动,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便利性。 总的来说,Paytech的膝盖座椅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工具,为需要长时间跪着工作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舒适。 外骨骼 你知道拥有一套外骨骼机甲是多么炫酷的一件事吗? 当然,相比只能表演四刀流的简易机甲。 这种全骨骼机甲则科技感更足。 它由日本一个名叫Skeletonics的三人团队所打造。 拳高2.8米,重40公斤。 穿戴者只需一分钟就能进入并控制机甲。 穿戴者可轻松做出自由度高的身体动作。 四肢移动会直接反映到机械套件内,并且没有延迟。 完全同步的效果简直就像身体与机甲合为了一体,瞬间化身成一名机甲战士。 关于细节方面的设计。 考虑到机械手指也要灵活操控,佩戴者的手上各有一个手柄。 每个都安装有5个机械手指的传感器。 只需轻轻按压,机甲就能捕捉到动作,立马做出同步运动。 由于四肢并不是完全通过电力驱动,更多采用了液压和牵引装置。 因此,机甲充一次电就可以持续使用60分钟。 跑步机 这是迪士尼的一项秘密发明。 站在它上面可支持全方位的行走,且始终不离开原地。 它就是新一代360度跑步机,取名Hallotel。 除了可实现单人使用外,它还支持多人移动,做到互不干预。 至于机器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首先在外观上看去,它就像是一个可移动的地板。 上面布满了小型圆盘,将镜头拉近后,便能清晰地看到,圆盘旋转的同时还在做倾斜摆动。 而它的秘密就在于此。 要知道,普通的跑步机是沿一个方向旋转,这使它只能定向移动。 但要是想做出一台全方位跑步机,单单把它做成360度旋转的还不行,跑步机自身还要转动才可以。 显然,采用传统的设计完全行不通,因此特殊的圆盘结构被发明了出来。 它们的底部是一个锥体,依靠内部装有的电机来带动上方圆盘转动。 而这里的关键点是,圆盘因为锥体能够实现倾斜,所以,其实我们真正与地板接触的地方,只有这个倾斜的边缘。 如此一来,当站在上面行走时,圆盘只需倾斜的顺时针转动,就能把你带回来原地。 相反,倒退时,圆盘逆时针旋转即可。 相比传统的拳向跑步机来说,不仅噪音更小了,而且还不占地方。 不得不说,有了它,再也不怕戴着VR眼镜到处乱撞了。